好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蕭春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財源廣進 台北股是前兩天已經漲了300點 好那今天稍微有點震盪了 不過我覺得這個震盪的盤 它並沒有說破壞什麼多頭的一個架構 可是重點是台股也漲了4000多點 那尤其12682看起來好像就快過了 應該說快到了 那到底後面的盤到底會怎麼走 那整個台北股市到底該怎麼去操作 這東西待會兒我們從整個結構的角度裡面 來跟大家做分析 我們先來看今天的盤勢 整個指數早盤開低50點 盤中最多跌125點 可是到中場也還好啦 只有小跌60點對不對 那今天整個盤勢你會發現到 整個指數前兩天已經出現連續上漲 漲了300點 那今天跌一點點大家都可以接受 但是呢 你不要每次認為說指數不漲的時候 你就覺得說這個盤可能結束了 沒有啦 你從它整個籌碼的角度來看 前兩天的時候呢 昨天台股是2200億 7月21號台股的成交量也是2200億 好今天呢沒有漲又怎麼樣 成交量呢也是2200億有沒有 所以呢整個籌碼面並沒有讓你看到什麼 爆量不漲的現象 那當然這個盤勢呢 後面它到底有沒有機會 去過12682去創歷史新高 那到底這個盤後面 該去做什麼樣的個股 好 各位我們仔細看 整個資金潮到現在為止 它都不退 它不止不退 它整個籌碼還鎖得非常的穩定 你注意看喔 我們就從美元的角度來看 美元這兩天 它已經跌破了前低嘛 那結果這兩天呢 已經來到94塊8了 這兩年來的低點呢 在94塊6 看起來好像也是岌岌可危嘛對不對 所以呢 當你整個美元一走弱的時候 那當然啊 你新來幣會議這個升值趨勢 它不會變啊 所以它整個熱錢還是往台股跑 問題是台北股市在這一波的走勢裡面 漲了4000多點 那到底漲了4000多點之後 台北股市後面它該怎麼去走 那我們要怎麼去抓到對的股票 各位我們仔細看 如果說你對於台股的行情 或者台北股市 未來整個輪動的架構 掌握不到的話 那我建議各位 你可以加入這個LINE 這個LINE 我希望我們的LINE能夠幫得到你 那你今天加入LINE也不用錢 那如果說你手機 就算沒有吃到飽了 反正哪裡都有Wi-Fi 所以呢 你在盤中的時候 你就可以利用我們這個LINE 得到到底盤式的一個分析 跟整個個股的操作方向 因為每天10點鐘左右 盤中10點鐘左右 我都會跟大家去做解盤 甚至於講個股的方向在哪裡 所以好好利用這個LINE OK好我們仔細看 其實你加入我們的LINE我覺得 你不會吃虧啦 反正也不用錢嘛 但是未來的方向 我們都跟會講得很清楚 你去看 這一波台北股市從3月中 出現反彈之後 那時候在肺炎的背景之下 很多投資人很怕 這個是彈假的 可是當時在4月8號那一天 我們用月線 跟季線的角度 我們就跟各位分析過了 我說台股當時在這個位置區 可是它未來的月線是下移的 所以也代表說未來的月線 它是會走翻揚 然後再加上季線下壓嘛 我說台股它一定攻季線 好它一定攻季線 好那怎麼攻 你再仔細看 4月27號台北股市呢 彈上來之後 它的月線已經開始上揚了嘛 然後季線呢 怕一路下壓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嘛 季線15天開始扣 15天之後開始扣底低點 所以呢 台股供季線時間也在5月上旬 有沒有 好那各位你注意看哦 環市怎麼走 我們都跟各位講了 你看當時那一段 過月線之後呢 一路上來 然後呢5月上旬 站上季線 有沒有這條 綠色是季線 當它站上季線之後呢 又發現一個問題 在哪裡 你去看啊 當台股站上了月季線之後 正好又遇到年線 跟半年線的反壓 那時候我怎麼跟你講 我說這個黃金交叉 就月線上揚 季線也將要上揚的時間 我說在6月初嘛對不對 所以我說 台股供季的時間點 會落在6月上旬附近 結果你看 整個6月份 你看哦6月初哦 一路上漲 有沒有 是不是一路上漲 好 當台股6月6月初的時候呢 幾乎啊 連續漲個7 8天之後 台股又休息了 那台股休息的時候 那時候我怎麼跟你分析 你再仔細看 當台股在走整理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跟我講 我說 這個地方哦 以台北股市的月線角度來看 那時候的位置是扣底在這裡 那7月1號開始呢 他會從這裡開始一路往上扣底 所以呢台北股市你再盤再盤再盤 你會破月線哦 所以當時我就跟他說 這個盤他在7月初的時候 他就要往上購 結果呢 你看 有沒有發現7月初也是連續漲好幾天 對不對 好 那重點來了 一路以來我都跟各位分析 那這個階段怎麼去去研判 你一定還記得嘛 7月10號那天 我就跟各位說過了 台北股市下坡的攻擊值點點 會落在7月下旬 有沒有那時候在LINE裡面都跟他講 節目裡面也跟他說好 那結果 台北股市是7月7月21號開始進入到7月下旬 沒錯吧 結果台北股市就上攻 當台北股市這波再攻起來的時候 這幾天的節目裡面啊 我們就跟各位講 台北股市一路漲一路漲漲了4000多點 多頭不會無止境的上攻 可是我們要怎麼研判說這個盤 他是不是真的到了一個 一個到頂的一個跡象 這兩天我們跟他分析的是 噴出的特色 有沒有 好 那到底什麼叫噴出的特色 那到底未來的盤勢會怎麼去走 各位你注意看哦 當初我跟他講嘛 台股要大漲最好連續跳空 什麼叫做台股指數大漲要連續跳空 因為 台股如果說連續跳空的話 他一定會伴隨爆大量 當你出現爆大量的時候呢 台北股市那個頂啊 就是那個高點的訊號 他就到了 你不用急 現在台北股市還沒有 因為最近都只有兩千兩百億 對不對 好 那為什麼報大量就高點到了 因為生技股在這個時間裡 已經告訴我們答案了嘛 沒錯吧 好 那重點來了 那你要怎麼樣 台北股市達到這種噴出的目的 他的結構到底在哪裡 各位你注意看啊 那時候我跟各位講嘛 你這個全值股一定要輪漲 那你全值股輪漲到現在為止呢 你看電子 台北股市這波的走勢呢 為什麼能夠一路走高 電子股沒有缺席哦 對不對 電子股沒有缺席嘛 那你電子股沒有缺席 那你現在呢 從台灣50的角度來看 台灣50今天也沒亮啊 跌下來也沒亮啊 尤其台灣50這波的走勢 到現在為止 他現在離前高又只差一點點 那可見呢 這個全值的個股 全部鎖在法人的手上 可是你要讓這個盤 走得又快又急的話 我這幾天跟他講 後面的金融要注意 為什麼後面的金融要注意 你看到今天金融沒動 這是日線 但是呢 你從周線的角度來看 從6月初他來到年限之後 就一路走盤整 那這個盤整呢 已經盤了7個禮拜 越盤的空間越小 因為你該買的該賣的 你都已經做動作了啦 所以呢 台北股市能不能去走出一個噴出的行情 關鍵點要看什麼 看金融 因為他下個禮拜 他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時間 那當整個金融股 他一動起來 你想想看 現在這個電子沒問題嗎 剛我們看到台灣50也沒問題 那如果說加上你金融一動起來 你台灣50會動更快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盤在上漲的過程裡面 他就伴隨著什麼 嘎空嘛 你看很多老師很多人 應該知道很多人這波的指數啊 只要稍微一休息 就3不50跟你講空 一直講空 空到現在為止沒有討到任何便宜啊 同學沒有你注意看啊 指數只要一休息就有人跟你講空嘛 一休息就講空 一休息就講空 同學你這樣看 7 8月份的時候啊 正好這個時間是台股啊 除全息的旺季 你怎麼講空 那白講的啊 而且更何況指數是一路往上漲啊 所以呢 你現在要利用這個結構裡面來去賺錢 但你說老師這個結構我要怎麼賺錢 同學你想想看 正好來到7 8月除全息的旺季 很多人在這個時間點的時候呢 都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我的股票啊 要不要除息啊 要不要除全 我會不會在這個地方去做除全息的時候 賺了賺了全息之後啊 賠了價差 同學 這個東西你不用去思考那麼多 你今天看我們的節目你覺得賺得到錢 而且 你不只是賺股息 你還能夠賺價差 為什麼我敢這樣跟你說 你注意看啊 這波很多 因為臺北股是這波 從前面的噴出的特色來看 你整個輪動的架構呢 都是先以全值股為主 對不對 好 那全值的個股裡面啊 後面要怎麼去走輪動 我們都提早跟各位去做過說明 舉個例子來講 你看喔 這是紅海 當初在80塊3的那一天 我就跟各位說啦 台股已經漲了一段了 那當然你現在不知道買什麼 那沒有關係嘛 你就去買紅海嘛 因為這個結構裡面 他就是要動嘛 有沒有 80塊3 6月23號 你6月23號你買在這裡 對不對 結果呢 這是不是一路創新高 那你仔細看喔 今天紅海除息了 結果你會發現 現在紅海除息之後 突然掉下來 對不對 你看 當初我買在這裡 就算你除完息之後 你的價位還是比我們的買點 還要來的高 那如果說把它還原全息來看呢 你注意看 現在在這裡 沒有跌啊 你再看一次 當初我買在這裡嘛 就算你除完息之後 我買的價位 還是比你低嘛 我的成本還是比你低嘛 對不對 那這代表了說 我現在股息賺到了 我連價差也賺到了 因為 他並沒有讓你看到什麼 除完全息之後呢 是走空 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於你的成本在哪裡嘛 買股票大家都會 然後要賣的時候不知道怎麼賣 為什麼 因為有的時候你買你的成本比別人高的時候啊 到最後股價一震盪 不知道怎麼辦 稍微一跌下來就套牢了 可是呢我們都在低檔的時候呢 介意你進場 所以呢你不只賺了股價 你現在還賺了全息 再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說當時 鴻海的低檔 你沒買到 或者是你還在觀望 那下一個輪動在哪裡 我是不是跟你講過中美金 對不對 你看還沒有動哦 還沒有動 當初中美金在95塊7 我建議你去買進 還沒有大漲啊 不是說每次一定要打到大漲 你再進去買 現在你去思考的是這個盤 那後面的結構在怎麼走嘛 當你能夠了解盤是未來的發展 當然你可以先買啊 就不用去追了嘛 所以當時在95塊7 接你進場去買 注意看 中美金創新高 結果呢整理完之後再創新高 結果你注意看啊 今天突然跳下來 不是大跌哦 我這看一下 他在除息 對不對 問題是 就算他今天除完息股價下來 那時候我們的位置在這裡啊 現在的價位 都還比我們的成本高很多啊 如果說你再把他還原全值來看 他已經上來了嘛 那代表著說 我今天不只讓你賺了股價 還不准說不只賺了價差 還賺了股息 所以每次到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去思考 我到底要不要除息 想太多了 如果說一定要等到漲上去 你再進去買 然後再參加除息 往往啊 偷雞不著十八米 好 因為我也是賺一點點股息嘛 結果股價賠了一大堆 如果說你能夠把這個方式改正過來的話 其實每年在七八月這種除選期忘記啊 都是你最好賺的時刻 重點是 你要知道整個結構到底在哪裡 好不好 OK 好 那既然我們最近都跟各位去講什麼 講噴出的概念 那剛剛我們也說過嘛 那你現在整個噴出的概念 在這一段 在前面這一段以來看 都在動權值股啊 所以呢不管是鴻海 我們賺股息又賺價差 中美金我們賺股息又賺價差 再來呢 比方說 當初的群聯 293塊叫你買 結果這一波咧 再創新高 你看哦 最近的群聯啊 當初我買在這裡嘛 他還要再創新高哦 還要再創新高哦 所以我們現在一直在獲利當中啊 那如果說你能夠及早的去掌握 市場輪動的方向 都沒有最高的疑慮 可是重點是你前面沒有做到 那現在後面要怎麼去做 對整個後面的盤市 他會怎麼去發展 那這就是我今天測標的 目的啦 漲生計跟漲電子 他會造成整個台北股市結構會不一樣 好那到底要怎麼去抓那個結構 他到底後面該怎麼去操作 該怎麼去走 這重點呢 我們待會再來跟大家做解說 好不好 所以呢 如果說你不了解整個盤市 他未來怎麼發展的話 往往就會買錯股票 OK好 那到底要買什麼股票呢 待會回來我們休息一下 再跟大家去做解答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運大條故蕭老師 158到封關 158到封關 運大條故蕭老師 158到封關 158到封關 運大條故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27810909 歡迎來到現場 台北股是連續兩天漲了 差不多300多點 那今天稍微整理一下 不過我們剛好跟大家說 今天空間不大 指數空間不大 跌個60點而已 重要的是 今天的成交量也不大 所以呢 在漲跌沒有量的過程裡面 他就不會有什麼 量價失控的問題 問題是台股一路攻 一路攻一路攻 攻到現在為止 立刻高點12682 到現在為止說多少 12413 好 當然只差個200多點而已 這200多點 台股有沒有辦法攻克 不是說碰一下就下了 是能不能如果站上12682 這才是關鍵 能不能站上這個問題呢 要看整個台股的資金 他往哪裡流 我們來看 最近我們跟大家講 台股噴出的特色 全脂股要動 因為全脂股指數要大漲 那全脂股要動 要輪漲 那我們剛好說過 電子台灣50都沒有問題 現在只差金融 那金融一動起來 就連續跳空了 那像軋空也沒問題 對不對 因為你像儲權席旺季 那接下來呢 是不是能達到又多的目的 為什麼 因為你要讓散戶全部進場 你指數才會去走一個噴出段 就像什麼 4月28號這個地方 一路攻一路攻一路攻 結果再爆出大量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 那最近這幾天呢 可能市場上很多人會想 生技不行嗎 我說我做生技不行嗎 好我們來看 如果生技股它成為主流的話 指數它高點不會太多 因為它沒有權重嘛 它會類似像什麼 你還記得嗎 那時候5月份的時候這一段 都在漲生技嘛 造成整個指數呢 它就不動嘛 對不對 後面電子股動起來之後 指數才往上攻嘛 所以如果這個盤 它走的是生技的話 我們剛才說過 台股到底 後面會不會走噴出 要看能不能開始 那個金融會不會開始補漲 如果這個時間點 它去走到什麼 走到生技 指數空間不大 反而後面會比較麻煩 為什麼 反而台股在高檔會震盪 這一震盪起來 會有盤頭的壓力 好不好 那到底生技股是不是主流呢 我們來看這個 你注意看 最近市場上都在看 合一啊 終於跌停板打開 出現反彈 對吧 那今天的過程裡面呢 漲盤是漲停板 中場的時候出現一些震盪 那到底現在呢 生技股會不會是主角 各位我昨天有跟你說 你要預防的是 會不會因為合一本身打到季線了嗎 因為真的跌翻天 跌升之後的反彈是很合理的 他能不能彈得上去 那又另外一回事啊 為什麼 因為破月線就有人進場去買 你不要說前面套牢的人 光是這一段啊 套牢的人就有了 所以呢如果說他彈上去 又出現賣壓 彈不上去的話 可能有些生技股會更麻煩 因為這兩天的生技股 合一在反彈的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到啊 我昨天有跟各位講 有些個股要預防他拉東出西 然後說你看去年 照理說啦 去年這次沒有破線啊 啊你合一昨天反彈 你怎麼會流出那麼長的上影線 那你合一今天稍微震盪的時候 他又繼續跌 有沒有 你再注意看 懷特也是一樣嘛 他都沒有破線啊 那結果呢 今天怎麼搞的又開高走低 現在的個股還蠻多的哦 比方說成德也是一樣 昨天 沒有破線哦 可是他流出長上影線 結果今天破線 那更何況呢 有些個股趁著合一的反彈呢 他在做頭 比方說什麼精華 你看 有沒有 照理說合一反彈啊 你跟生計有關的股票要上去啊 結果沒有 他反而是做頭 那之前做頭的股票呢 比方說你看哦 還有什麼 虛應也是一樣嘛 今天也是創近期低點 對不對 你去參加除息的人 你為了賺他股息 結果賠了價差 但是你今天跟著我們做 不管是紅海也好 或者是中美金也好 我們是賺了股息又賺價差 你不要在這個時間點去賺了 為了一點點股息 而且去賠了一大堆的價差 那真的划不來 那有些個股呢 比方說你看 之前還沒有破緊線的時候 我們跟各位講過嘛 比方說敘付 結果呢 除完全息之後一路跌 他也談不起來 那可見呢 在這一波的走勢裡面啊 不要為了合一的反彈 而去買其他的股票 反而這裡有一些是屬於那種 拉東出息的狀況 那當然你會問我說 老師那到底生技股會不會成為主角 會不會像我們說的 如果生技股因為他沒有權重 都漲生技的話 按這盤很麻煩啊 他指數上不去就沒走盤頭啊 對不對 我覺得 重點就看這兩黨就知道了 一個國光生他破月線 他有沒有機會再創高嘛 有沒有機會站上月線嘛 另外一黨個股呢 高端疫苗嘛 對不對 如果說是合一反彈 照理說你這些疫苗的個股 你認為他很好他應該要創新高 如果他連坦都坦不上去呢 各位 這個主角就不會再生技 好不好 所以咧 那怎麼做 接下來你要做又多的話 那對於一些中小型的個股呢 他就必須要開始起來了 你才能夠達到那種 又多的目的債 所以我們近期在操作裡面 我們都是偏向什麼 中低價的個股我們進場佈局 所以前一陣子 中低價的個股要漲之前 我在60塊建議你去買中央光 結果中央光的股價呢 最近這兩天啊 你都會發現 哇怎麼搞的都在創新高 我們買在這裡嘛 有沒有 買在這裡嘛 所以呢 你今天啊 不會為了 看到漲什麼你去追什麼 反而你能夠在低檔的時候 你先進場 這是我跟各位說的 瞭解盤是才知道這個盤 後面要怎麼漲 你才知道我這裡我要做什麼股票 OK好 那再來啊 那到底後面要做什麼 我這兩天有跟各位說過 後面要做的個股呢 其實你也不用去追 因為呢 如果說依照這個邏輯來看 有一些股票 在月線上面是長期大底 可中線上面已經似乎有那種 要攻擊的味道在 所以呢 你現在買的股票 是買在長期的大底裡面 那當然這檔個股 為什麼我說他有機會攻 那到底是哪一檔 好我建議各位啦 我今天在盤中的YouTube裡面 我有很明確的解說 我們不要在電視上說 你想要知道的 你參加這個line之後呢 你今天去找 這個盤中10點鐘的 的line好不好 到時候呢會有答案 到底後面我要買什麼股票 股票到底方向在哪裡 但是呢 想要賺錢 就不要偷懶 OK好 所以咧 想要知道後面的方向的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line 那如果說你今天認同 我們操作方式的 當然也很歡迎各位啦 加入我們的行列 那我們這裡呢 有一個158道封關 有任何的需要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